車輛最重要的車輛 簡單來說就是最賣得 當全世界都在設立入門車輛時 車輛是顯得有點遲 不過廠商都可以落足心機 打造這部全新Compact SUV XC40 大家看見它的樣子是吸引的 跟XC60 XC90有那股味道 不過你一眼又分得出他們不同 三兄弟 因為它的線條 立體感強很多 骨線多很多 頭蓋 車側 施處位 車尾 都完全不同 同兩個大哥 加上它是R-Design的頂級版 有很多鋼琴黑的鬼面罩 包圍 加上車頂 看上去是蠻軟的 要吸引年輕人市場 車身顏色都可以說是XC40的 最重要一環 今次試車廠就準備了四個車身顏色 給我們選擇 自己最喜歡這款淺藍色 帶一點灰的Armason Blue 可以選擇加上白頂 白輪 最帥氣是它 雖然叫入門SUV 但它的裝環真的落足心機設計 例如黑色冷氣口 中控台式版 整體的感覺都很普遍 針對年輕人 選擇都很齊全 例如這個9吋Sensus Connect 多功能屏幕 12.3吋標板 有Harmon Conten音響 都是T5R設計頂級版的正常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儲物格設計 例如車門旁邊的儲物格設計較大 讓你擺放更多東西 司機位下有一個小櫃桶 可以擺放私人物件 最多有趣的東西就是這條 這條Armrest的手枕 這裡可以有無線充電位置 然後這裡有手枕 夠深夠大 最有趣的是這裡有垃圾桶 可以擺放垃圾 還可以拿出來 拿回家洗 它有一項專利的技術 也值得一提 就是Airwoofer Technology 其實是甚麼呢 就是將Sumwoofer搬來擋風玻璃下面 變成車門有這麼多空間 走出來的原因 這個位置真是夠細心 在前儲物櫃製了一個小勾 一反過來 買外賣 掛外賣一流 不過這個外賣不能夠多於2公斤 它的車長大約有4米4 以它的尺碼來計 同級有寶馬X1 Benz GLA Audi Q3 但它的車身是偏高的 相比同級是比人高 變成後座空間更闊落 加上軸距有2.7米 加上大天窗 還要加上手枕 紅R-Design獨有的熔岩橙紅色地毯 感覺是很漂亮 很舒服的 至於性能 率先推出市場是T5版本 即WOWU向內容開台2公升值4Turbo引擎 搭8速Geartronic波箱和4區系統 馬力輸出247匹 扭力350Nm 比較新鮮的是全新設計的CMA底盤 模組化底盤的優點就是尺寸可以伸縮 即是這個底盤可以用在大車上 亦可以用來擺運能引擎 駕駛上來 XC40的感覺都很靈活 很輕鬆 很容易駕駛 低扭輸出和波箱反應都夠快 在這些山路上上下下都覺得好玩 到車尾箱同樣有很多細心的設計位 例如尾箱空間最大聲稱同級 有479L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這裡 還有一個隱藏儲物格 凍起兩塊板 就說這裡有多個地方放東西 還可以用這塊板分隔濕乾的東西 還有兩個很有趣的勾子 用來掛這些購物櫈 例如買些東西濕粒粒 就掛在這裡 不怕浪來浪去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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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